现代许多善行人士将《大藏经》输入电脑 上网供养大众 但有许多古字或者电脑没有的文字 某些人士在一相似的字取代之 请问这样更改经典是否如法 是否需要背负因果 你问得很好 没错 改动经典上的文字 要负因果责任 古大德有所谓 错下一个字的转语 多无法事也乎生 这个责任不小吧 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 纵然看到经典里面那个字是个错字 很明显的错字都不能把它改过来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让有这个例子大家可以随便改 那改到最后这个经典完全变质了 应该怎么样 应该注明 注在旁边 这个字应该是什么字 可能是什么字 提供研究读诵经典的人做参考 不可以改 一定要保持他原来的样子 他为什么有错字 古时候经典是首超的 难免超错 这个现象是非常可能的 难免超错了 但是超错了 不能改 如果其他的版本 不同的版本 交对出来 那个版本 也在旁边注明 某一个版本 这个字是什么字 注清楚 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正确的 不可以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